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当地球都还没有人类的足迹 文明也还未降临之前 它就直挺挺地耸立在这个地球上 它让地球开始有了颜色 万物开始生生不息 然而人类文明追求经济发展 从来没有停下贪婪的脚步 短短不到两百年的时间 地球开始变了颜色 有人开始反省 有人已经开始行动 他们默默地在地球的角落 以自己微小的力量 企图让这个星球再恢复原来的颜色 哥本哈根气候变迁高峰会议上 各国承诺 21世纪的全球气温升幅 限制在摄氏两度以内 这也是科学家们的共识 否则极端气候将不可逆转 但是到底知道的再多 只凭口说或是文章论述都起不了作用 只有将环保付诸行动才能够挽救颓势 在台湾的大雪山 有一位树王以种树来表达对大地的疼惜 25年来他花了15亿元 种了20万棵树 因为树木本具的含水功能 就是天然的蓄水库 而树木进行光合作用 吸收二氧化碳 释放出的氧气 更是减缓温室效应 以及净化空气的大工程 我们仔细来算一算 每一棵树平均一年 可以吸收12公斤的二氧化碳 我们如果增加种树面积1% 那么就可以有效地降温0.1度 所以这样算起来 这位树王已经为我们的地球 吸收了240万公斤的二氧化碳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所种的都是原生的在地的树苗 慢慢地栽培 他是希望这些树都能够紧紧地抓牢 台湾的每一寸土地 我们下igan的启漪 和梁克适乎 奥 中文字幕志愿者 阳光微微地洒落 当许多人还在梦乡中 有一个男人早就开始着装 准备他一天的工作 这里不是国家公园 更不是自然保护区 他是赖桑的私人林场 脚下踩着美丽的大雪山脉 他是赖背园 他喜欢人家叫他赖桑 一个常年在大雪山默默种树的人 走在接近90度的陡坡 往下看很多人都会心生恐惧 但这是赖桑25年来 每天要走的路 这样的脚都会切得很爽 特地摸在地上 我们都做的是大万丈 路对赖赏来说 有着特别的意义 开路不是为了人 开路是为了守护这片森林 手中的锄头不停地挖 不停地敲 赖赏说 以整片林场的面积 还有他工作的效率来计算 每八个月 他才能再走回到同一个地方 他说 别人拥有十间房子 十辆汽车不算什么 一个人能拥抱十座山 才是真英雄 这像我种的人 他做一点 做一点时 水到煲水 还有 水都会一年一年 都会在地政家 所以种上是很好的事情 已经二十五年了 他一直在种树 花了超过十五亿的金钱 走了不知几千百里的山路 收购了一百三十公顷的山林地 种下了超过二十万棵的树木 很多人都笑他傻 赖赏总是说 一生至少要当一次傻子 本当是 三十一岁的他正值人生的黄金时期 这位大家口中的赖赏 就已经选择了与一般人截然不同的种树人生 是赖被源太早参透吗 这个答案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 但眼前所看到的每一棵树 都是他用这根锄头悄悄挖挖的成果 只能说赖赏要的真的跟别人不一样 赖赏在还没有发愿种树前 其实是一间货运公司的大老板 二十五年前的某一天 当时的赖赏开着车经过一处处的果园 他望着凸黄的山坡突然兴起了一个念头 一个种树的念头 让赖赏开始扛起了锄头 独自在山区里寻找起果园 回到二十多年前台湾的时空背景 在那个年代 低碳环保都还是陌生的名词 经济发展是唯一的易规 但赖赏偏偏偏就是要反其道而行 他将自己在开货运公司赚来的金钱 房子土地向银行贷款 为了就是要买下大家都不要的山坡地 买地不是为了要开发 赚钱是要让树重回山林 让山回到那原本的绿色 죠 发生到别生了 阳山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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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跟陈归祖老师 一样 大跟陈归祖老师 你还要带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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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後輩的地球,要穿這樣,地球不太會發掃 不然地球現在燒得一年一年,我們家在牙牙 沒有,我們要來蒸雞的餵 別人,在這裏 哪有隻雞?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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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爸從來沒有要求過 我們這些小孩 來山里面種樹 從來沒有講過任何一句話說 你敢去幫我種樹 來幫我掛草 都沒有 那是我跟我弟弟 自願而且主動的 跑到深山裡面 來參加這個種樹的行業 有時候種樹嘛 種樹下雨天都還繼續在種 都沒有停 跟著那個下雨天在種 像這個都是下雨天種起來的小奶奶 二十五年前 賴桑選擇了一條最孤寂的路 孤注一職於種樹的理念 讓他散盡家產 種樹的美意成為惡意 在家人的眼中 種樹的堅持 讓賴桑成了拋家棄子的壞爸爸 根本沒有人願意聽他說句話 照理說我們是企業家的第二代 我們可以享受非常好的物質生活 可以開跑車 可以住豪宅 但是我都沒有 穿山 這個時候 牙刀都很危險 出來 大家都 牙刀都很痛苦 我忘了叫他們做這種工作 我跟我弟弟以前都不是很乖的小孩子 那小時候不懂說爸爸在做什麼 人家是爸爸捕魚去 那我爸爸是種樹去 那也沒有帶什麼什麼東西回來 然後 對啊 兒子的埋怨 家庭的失禍 持續了好長一段日子 賴桑總是把外界對他的埋怨 都吞進肚子裡去 孤獨的在山上 用種樹的行動 把反對的聲音 拋在後頭 我以後他們自己看了 如果這樣 10天這樣 這樣 頭髮這樣 沒那麼穿 25年來每天 我會都摔差不多100公里了 你看到已經知道了 穿著都看到了 那長大以後就 真的懂了 原來如此 是這一回事 對啊 對啊 那我想這應該就是所謂的 生教 有對不對 這叫做雞肉魚 叫做雞肉魚 啊這樣 這樣地道 好 飛機 那個雞肉魚 喔 爛咧 二十年过去了 当上万棵的树开始茁壮 凸黄的土壤已绿阴沉海 当初的不谅解 如今都转化为支持的力量 跟着赖桑一起种树的追随者 开始增加 一个接着一个 感染着每个到过林场的人 至今已经有三十多位的企业家 都响应赖丧手中的大事业 以政府造林的标准来看 树苗的存活率 只要有七成就算合格 赖杯员不放弃任何机会 在这片人家眼中的 烂地荒地种树 虽然造林的存活率 却高达了九成八 赖桑说 中国的五千年历史 跟树的年龄相比 实在是太渺小与卑微了 现在他要做的 是世世代代的事业 赖桑说 为了一个人的事业 绝对不是伟大的事业 保护地球的大事业 需要像树这样 站在这片土地上 高高耸立 长长久久 这样才是真正的深耕绿意 我想起了这几个人 我的希望是五十万大 英文有句话 You are what you eat 你吃什么就是什么 现在你吃什么 还关系到地球的环境 环保团体提出了一个 很有创意的口号 嘴巴革命 意思是吃对了食物 可以救地球 用对方法耕作 可以让土地永续经营 这也就是有机农业的概念了 他北线的福山部落 有一位国小退休的校长 黄美玲 他退而不休 在原乡部落 积极地教导泰雅族人 栽种有机农业 其实就是回到了 我们老祖宗的耕作方法 用呵护生态环境需求 让土壤可以永续生存的 模式来耕作 这是一份爱乡爱土的用心 让部落也开始 有了改变的契机 借此找回了 人和土地的情感 中文字幕剧场——YK 2010年的11月 绵绵的细雨不停地下 这一年的冬天 似乎比往常早了些 这里是台北县乌来乡的福山部落 也是离大台北都会区 最近的原住民部落 为了讨生活 远乡的年轻族人急着往山下走 留下了老人与小孩 走不出去的 四处打零工 勉强维持生计 而这几年 福山不一样了 起了个早 现在是早上七点 菜园里已经有人在辛勤工作 从中秋过后 福山部落都是像这样湿湿冷冷的天气 11月过后气温也越来越低了 山上的温度都低于20度 截了五六条以后就又没有太阳啊又下雨它就停了 很可惜不然它还是会继续开发 这个种一个月以上有了 九月种了 对啊就一个多月了 就因为下雨啊 下太久了 它都停自身长一样 他是黄美玲 是一位农夫 不过他不是当地人 也不是原住民 他是从福山国小退休的校长 退而不休 他要在福山从事立项任务 教人种菜 我前几天才放 还没有发出来芽 还没有 才种 大概要一个礼拜以上 才看到它长出来 我还没有退休的时候 我就跟几个太太 在一块田里面一起种 那他们有用化学药 我就一直不用化学药的 结果经过一年多以后 它的土地啊 我去挖挖看 就很硬 比较坚硬 那我们用这个有机的土壤 就是很松软 你把菜拔起来 要种 你问王太太 就不必怎么挖 就松松的 那那个化学药料 用久的土地就很硬 所以会土壤会变 会变质 会化学 会变有一种化学的成分在里面 所以这个对土壤也是很伤害 所以我就一直觉得说 还是要用有机的药料给土壤 爱护土壤 黄校长会这么爱这片土地 是有原因的 台北县的乌来乡 有着台湾最大的福山林区 林木 希望说我在这个地方推展有机 我们的村民看到了 会觉得说 只要当季当令种 不要喷药 也是能够有收成 不一定一定要喷药 我也要做给大家看说 实际上他们也都知道 我们都不喷药的 是一定种有机的 所以也让他们知道说 可以种有机的 可以不喷药 叶秀娥 在还没有遇到黄校长前 一直都适合先生 在山下打零工 维持生活 经济上并不稳定 三年前 叶秀娥决定回到福山的老家 爱种菜的叶秀娥 遇见了黄校长 两人志同道合 加入了校长的有机农队 他前春最会种菜 最勤劳的 那他就觉得说 种有机以后 他曾经跟我说过 就是菜量是少了 收成比较少 像冬瓜以前自己种 放化学回来 40斤 那40斤 现在种都26斤 最多30斤 可是好吃啊 小是小好吃 然后我们会帮他销售 他以前都这么大个冬瓜 也不晓得去哪里卖 就是切一块一块送人啊 这样子 他现在就是很放心 一直种一直种 但是他都不怕销不出去 七年前 福山相传着一个故事 有个爱种菜的校长 平常没事就往菜园里跑 雨鞋和斗笠 是他下课后的装扮 他种的菜 不撒农药 也不撒化学肥料 而是用福山的净土 来滋养 他用这种方法 保护着家乡的土地 他利用有机蔬菜 让族人不再为生活忧虑 黄校长的有机故事 开始传遍了福山各个角落 许多部落的年轻人 开始带着锄头 跟随这位已经六十多岁的外地校长 种起有机蔬菜 那时候我还没有退休 还没有退休 我就先跟我的同事 是我们族人 泰雅族的几位同事 来起来 跟他们聊 那他们都 常常会 因为 这个 经济商的问题 遇阻啊 常常会 借酒交仇啊 然后 我就说 那我们的想办法改善啊 增加一些收入啊 然后 就说 哇 我们前面这个 很多荒地啊 那我来 想办法开墾 然后来带领众 黄校长这项有机耕作的计划 目的还不只是推动有机农作 它叫交付计划 它用有机农作 帮助在地的原住民 希望他们能有稳定的经济收入外 也能让孩子的教育得到照顾 这里是黄校长在釜山的农舍 11月7号 这一天是星期日 校长的农舍 非但没有休息 反而还热闹得很 农舍来了两位贵宾 是来帮助小朋友客服的 张哲明和林一华 张哲明是正大四年级的学生 在参加营队的偶然机会 遇见了张家宝 张家宝是住在黄校长农舍里的孩子 也是黄校长在交付计划中 要积极帮助的孩子 他很想赌啊 没有要赌啊 对 但是 但是就是可以慢慢加油 就是有时候会晃 应该说注意力专注力的关系 对 这部分应该可以慢慢的培养 对 你不要漏我的心 辅导课 一个月固定几次 家宝和弟弟要组 很努力的跟着哥哥姐姐一起做功课 这是现在的家宝 在还没有跟着黄校长住进农舍前 家宝其实一直是跟着舅舅生活 从来没有爸妈在身边陪伴 个性非常自我 不听管教 不按念书 俏家俏课更是常态 在黄校长的鼓励下 农舍成了家宝的家 爱玩的个性也渐渐沉稳了下来 家宝不仅开始爱念书 也开始会帮忙校长做家事 就是在同一讲 就是在同一讲 还是也不能再回到那边 所以就说就给他 安定就住下来 然后会发觉说 习惯之后就感觉 住下来还蛮好 就有的时候 无聊可以帮忙做菜 送菜 认真弄他现在 然后帮妈妈洗衣服 带衣服还煮饭 照顾弟弟妹妹都来 以前你都不用做这些事 在黄校长的牵引下 家宝在福山得到了温暖 有了爸爸家人的陪伴 他有超越同龄孩子的懂事与成熟 张世强是家宝的爸爸 两年前跟着黄校长 一起在有机农庄工作 现在耕作的这块地 是校长留给他的专用蔬菜园 看到自己种的菜有长大 很有那个成就果 校长 像妈妈一样 关心我们 但是做起事来 那个机器还输他 机器啊 机器要休息他不用休息 以前的张世强靠打零工生活 赚到微薄的收入都拿去买酒 一直是福山村里令人头痛的人物 以前还没有来这边的话 就是一直喝酒啊 喝酒喝酒 都不晓得干什么 喝完酒就 有喝一天酒 有酒 就喝这样啊 来这边就比较不会想到那么多 没读过什么书 身上有钱就花掉 世强两年前的生活 就是这样浑浑噩噩噩的过 黄校长实在看不过去 接他们全家一起进农舍工作 黄美玲的有机耕作 救了一位父亲 一个家庭 一个外地校长奉献他七年的时光 以绿色概念滋养土地 深耕偏远部落 他将有机绿农提升为交付计划 从根本改善原乡的困境 为人付出真心 为土地付出感情 福山原乡的有机故事 深深发根在这块土地上 而校长的绿色梦 更在身体例行中实现 也传遍到每个角落 台湾的面积不大 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却十分惊人 2008年政府永续发展指标 现况报告指出 台湾一年的碳排放量 有两亿五千多万公吨 换算下来就等于 你我每个人 每天的碳排放量 就有30.6公斤 排名世界第二十二名 亚洲是第一名 中研院汪中和教授 就曾经建议 台湾如果要回到了 30年前的排放基准 至少要降低50%的碳排放量 而减少碳排放量 则必须要减低使用石油 煤等地下矿物的地域资源 改而发展取之不竭的天堂资源 例如阳光 台湾最南端的屏东县 日照亮全台第一 非常适合发展太阳能 八八水灾在屏东临边 造成了50年来罕见的灾情 一年过后将近八成的鱼温 不再养鱼 而是利用这些废弃的鱼尺来种垫 不仅照顾了渔民的生活 也帮助临边产业转型 冬天的南台湾 太阳依旧赤热 这里是台湾的最南端 屏东 但曾经老天爷背弃了他们 2009年的八八水灾 将南台湾蒙上了一层灰泥 这里是屏东的林边乡 南台湾的浓郁之乡 这里有鱼 有莲雾 这里有大溪 还有烂泥 曾几何时 他们忘了这里还有另一项 最珍贵的资产 阳光 风灾过后 他们想起了这位 曾经是最忠实的老朋友 一个来自天堂的资源 一个新希望 让林边可以回复绿的色彩 林边 一个南台湾的沿海乡镇 居民多以养鱼为主要的家庭 经济来源 有别于一般的田园风光 林边的乡间小道 两旁都是雨温 雨温似乎是外界对这里的唯一印象 养鱼为屏东县的沿海地区带来了不错的经济发展 从英国5060年代开始 从东港到林边 加东 芳辽地区的养殖产业 为台湾带来了大量的外汇 三十多年的大规模养殖产业 中英超抽地下水 而导致严重的地层下陷 最高的记录达到3.2公尺 也就是一层楼半的高度 地层下陷的结果 却带来令人难以想象的恐怖灾难 你看这个 到现在还在烂 对啊 如果你没有整理就是烂 没有整理 走 这边这边 他是五五达 从小在这里长大 这里是他唯一的家 藏草的水 会比现在比较深色的水 还要再高一点点 这一天 林边来了一群不速之客 他们绞尽脑汁 要用一种方法 为林边带来转变 台湾的邻近国日本 曾经也有防洪的困扰 治水专家大泽浩一 受东港西保育协会之邀 特地来林边 勘察防洪措施 他也依自己的经验 提出建议 是哦 这会题 大家都就讨论嘛 地方的一些意见领袖 就讨论嘛 提望要怎样盖嘛 之后的讨论 才有去日本参访的 这一个过程 みんな討論し合ってから 这一天 都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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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水防洪的硬体设施 都只是预防淹水的消极方法 制水的根本之道 其实是观念 田村校阳是日本台桥 也是太阳能公司的负责人 一年多前 他看中了屏东珍贵的太阳能源 决定在屏东的余温做一下实验 林边它的优势 说难听点 只要是屏东 屏东我想应该是台湾太阳最大的地方 像大人说的 它是阔天 大人 那其实屏东的太阳 只要是沿海地区的话 它的日照是非常的丰富 在鱼池里载浮载成 这是全世界第一座 装载在水上的太阳能面板 所以说才来这个灾区能够做什么的改变 产业的改变 这是看有没有办法说利用余温不要抽地下水 然后做一个太阳能的一个发电或产业的一个改变 2010年的11月9日 南台湾的天空 阳光自异地洒在雨温上 屏东县位于台湾的最南端 日照量居全台之冠 根据统计 整个屏东县的日照量高于全国平均值的17% 而沿海地区更高达20% 他是吴武达 土生土长的加东人 也是巴巴水灾的受灾户 他是东港西保育协会的伙伴 巴巴水灾前曾大力参与临边加东地区的社区营造 如今那些努力几乎化为乌有 如果以我的想法就是提供伯子 他想要触犯人类 时间转的时候他没有三个六十 时间转的时候他没有连药的溃体 污泥又进来 是不是对这边的人的处罚有重了一点点 一场大水摧毁了屏东县大多数的余温 风灾已经过了一年多 近八成的余温至今仍无法复养 废弃的余温旁 吴武达和一群老人坐着 他们望你心叹 一同回忆着家乡曾经的美好 这一年多月有了 那我们年轻人就去把水摧关在那里 我来害怕到 这样啦 我这样的时候他现在就 就像是没有那个医院 就要再去家庭 不要再长寿用寿 用那个养殖业 这样就是嘛 第一点就 所有的 财产都充满了 就像存在康帝 灾后年轻人离开了家乡 只剩老人家继续守着 世代的余温和祖产 八八水灾都一年多了 留下来的黑泥 依然阻挡着回家的路 养鱼 似乎已经不再是 这群阿公们思考的方向 那么家乡的未来 又该怎么走呢 临边的下一站 深耕绿能产业 是屏东正在前进的方向 养鱼 种水果 已经不再是 临边经济的主力 种电 可以维持知名生活 养水是让鱼温适度担任调节水分的功能 不养鱼就能够减缓地层下限的速度 但是台湾的农民 他就可以把 不可能化成可能 所以我们鼓励 借着太阳能这样的机会 我们来尝试 这样立体农业 因为它一部分是 飘高 所以它有透光性 所以我们想说 是不是 我们这里地层下限 那厌重 大家都一直 洗鱼就是要 耗很多电 它是耗水耗电的产业 那我们地层下限这么严重 我们就不要再让它继续严重 我们是不是能够把转化变成 嘿 养水 又养电 而不是养鱼 种电 是一项新的绿能代名词 依居民种电的理念 临边能涵养地下水源 让地层下限不再恶化 我觉得我们这种高价式的太阳能 我们很希望很多农民都投入尝试 这是变成好像一个很大的一个实验场在这里 然而 种电 养水 不养鱼的行动 真的能让屏东沿海成为绿能产业城市吗 草水兽是临边国小的老师 也是这片渔池的持有人 一年前的水灾 造成它近千万元的损失 和许多临边人一样 草水兽的余温无法再富养 未来前途茫茫 但大破坏也带来了大建设 使用永续无污染的太阳能 使用永续无污染的太阳能 让它对临边重拾希望 如果我们把这个区域全部都中电 不抽地下水 还有那个上流 那个山的那边上流 本期五是边压 要水土保持得好 保持水 我们这个地层下线 好看 好久 在临边 加东一带 也有五十公顷的受灾余温和联雾田 可供为太阳能电力使用 预计可以发电二十五万千瓦的电力 台湾是一个汉油的国家 给街座的地方可以借进临边加东 虽然它水淹得那么严重 但是它土地的再利用 它也可以重新的站起来 可以重新的向人类讲 我们的资源是要好好的争议的 灾难对临边来说是危机 危机下的省思 却带来产业转型的契机 雨终究会停 乌云终究会散去 当温暖的太阳露脸 阳光绿色能源将为临边 带来全新的开始 2005年一场威力惊人的暴风雨 曾经摧毁地球之费的亚马逊雨林 将近5亿克的树木 但是这场天灾所造成的灵木损失 也只是当年人为砍发的30% 人类正以惊人的速度在破坏自然 给予我们的资源 而且早已超出了它的负荷 地球忍痛身影 正以各种灾难的形式在警示我们 爱自然爱地球绝对不是口号 其实只是一个小小的动作 就是为大地健康 踏出的最彻底而实在的第一步 努力深耕 让地球再恢复它原来的颜色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今天卖了三样东西 四百八 个体护感世纪 这是文创 如果没有琉璃工房的这个文创产业的互动 哪里有今天的中文化文化概念的玻璃艺术 以琉璃艺术扬名国际 这也是文创 台湾不发创意 更不缺优秀人才 但台湾文创需要的是平台 我们的大环境还不是很有利于文创产业的发展 所以我觉得政府在这方面责如旁贷 到底什么是文创 台湾文创能不能带来全新的远景 大爱全记录 台湾Design 台湾文创的故事